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22号周三的股市大攻略 我是益国庆 今天的台股很猛 大盘终于再创这一波的新高 而且重点是 今天的盘面 跟过去这一个月的涨势 有点不太一样 本来这一波从4月中旬 到可以说到昨天为止 盘面上基本上 都是电子跟传产互相轮涨 可是今天已经出现到 几乎所有的产业 都一起涨的这样子的情况 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在股票的操作上 你要就注意两个重点 第一个 目前强的股票 你就继续破断操作 强者很强 在目前的盘面上 看得非常的明显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 当然对于很多人来说 已经大涨的股票 也许你不敢进去追 但是今天的盘面上 可以看得出来 很多刚刚起涨的 或是不管是个股 或是小产业 今天也很明显的开始发动 如果说我们要是 以产业来讲的话 今天的AIPC 宏基 人保 今天这种股票 也都开始在发动 所以我就讲 目前盘面上 强者很强 跟从低档起来的股票 这两类股票 你要好好的把握住 会是为了一段时间 让你赚大钱的根据 好 重点来了 什么股票在这个地方 有继续表现的机会 来 倒不来 我们就正式开始 今天的台股 在短线整理三天之后 还不错 今天终于又开始往上发动 而且今天涨的幅度 算是相当的大 再创了历史新高 好 但是我刚刚提过 这个本来从4月下旬 可以说到昨天为止的 这一段涨幅 里面盘面上 基本上是 电子跟传产互相轮动 对吧 或是说电子股里面 某些小产业 互相轮涨 或者是传产 比如海运 跟什么像这个营件 互相轮涨 对不对 可是今天的盘面上 已经变成有点 在全面在涨的 这样子的情况 好吧 那就是我说 就是今天的盘面上 比较特别的一个状况 那在这个全面涨的情况之下 我刚刚讲过了 那再来的话 在股票操作上 就是两个重点 第一个 强者很强的股票 譬如说 像今天的能帅 对不对 那今天一样 就再创这一波的新高 不论盘中 不论收盘 从这个4月中旬以来 股价到今天 已经涨到超过6成以上 那这就是为 为国经营会员手上的股票 也是我找到 给你预怪过的股票 有没有 那像能帅也好 这就是我所谓的 还在不断不断的 在创新高的股票 或者像所谓的 这个所罗门这一种 那当然了 这个佳能 尤其这个 以能帅集团来讲的话 那佳能的股票 算是这个零涨 那今天算是说 这个没有像前几天 这个盘中涨幅那么大 因为毕竟短线 涨幅不小了 所以今天稍微 再做一个短线的整理 但是这个整理 今天来讲的话 依然是个强势整理 其实盘中来讲 是在创这一波的新高了 好 那这我说 那像类似像这种股票来说的话 就是目前在盘面上 就是你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股票的话 你就继续这个做波段就对了 继续做波段的操作 不过当然 这个对于 多数的人来说的话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 到今天没有这个波段 继续大涨的话 当然这些股票 是你 仍然是你可以继续 这个波段操作的标的 不过当然反过来讲 这个有些人做股票 就是不喜欢去追 已经涨一段的股票 对不对 就老师 哇这个能帅 佳能 这个所罗门 哇那涨翻天了 那当时在起涨点 没跟上 那到现在 那到底这些股票大涨以后 还有没有什么股票 是在这种起涨区的 有 各位 其实讲到这个能帅集团 我说会 如果真的这一波 要是说这个佳能 跟能 所以要是你没有在 没有在起涨点跟上的话 实在非常的可惜 对不对 做股票 对不对 就是要赚个什么50% 赚个一倍两倍 好 那重点来了 这个当佳能 在4月9号 当时在34块 我待在会员开始 进场买以后 我给你做预告 但是我不晓得在这个地方 你跟上来没有 你有跟上 我也恭喜你 要是没跟上的话 就好可惜 我跟各位讲 我的意思说 第一个 目前在这个 现阶段的操作上 强者很强的股票 你就继续破断操作 当然另外 如果说你不愿意去追这些 已经涨了一波的股票的话 那你去注意一些 低档 这些低档刚起涨的股票 低档起涨的股票 各位你要知道 你各位知道 其实以这个 能算集团来说的话 这个 当佳能跟能算大涨之后 好了 我跟你讲了 那一个新的送分题又来了 你要不要来跟上 当时 以佳能跟能帅来说 我最早是带着股票 先进去买佳能 4月9号这一天 在34块 开始进去买佳能 买了以后 这个佳能 短线开始 这个开始往上涨以后 我当时在34买 后来涨到40块 40多块钱出头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我就给你做预告了 我说来来来 第一个 佳能赶快过来跟上我 后面一定有这个大波段 因为他的这个营收已经看出来了 当时在这个4月初 已经起码已经到公布到 公布到3月营收了 我一直讲说 你看那个佳能 1 2 3月的营收 都比去年的第四季 已经好太多了 对不对 所以而且再加上就说 因为他是在做 这种AI的智慧镜头 那我说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不要说所罗门 对不对 我觉得那佳能来讲的话 已经跨入所的AI的智慧镜头 这一块 所以他后面来讲的话 这个股价一定有大波段 给你看 当时从4月9号到这个地方 到现在已经来到60几块 已经获利将近 已经赚了将近75个percent 好 但是当时我给你讲另外一件事 我说当时佳能来到这个40块 出头这个地方 我也讲我说好 一方面你过来跟上我做佳能 另外 如果你觉得佳能短线涨多的话 没有关系 那我 你过来跟上我 我给你一次新的股票 我叫做新的送分题有没有 而且那股票才20几块 人人都买得起 当时在4月15号 我跟你预告说新的送分题 后来我给你讲过 就是能帅 就是能帅 但是4月15号 它的股价在这一天 我跟你预告完之后 它的股价没有直接涨 反正是先做拉回 你看下面去买 买更便宜的价位 但是就从4月15号来算 到今天都涨了超过6成以上 好了 到这个地方一样 破断就继续吧 但是如果说 能帅到这个地方 你又觉得它破断涨太多的话 那各位 那我再告诉你 那佳能 能帅 大涨之后 我的口袋里又出来个新的送分题 那这一次新的股票 目前的股价 就类似于能帅的这个地方 在这里 相当于能帅的这一根 就是股价 刚好在突破了这个整理区 在这一根上 那你明天要不要跟上 你明天需不希望跟上 各位 这已经是这个佳能能帅 一路上这样子送分题 一支又一支 我到今天已经是给你第二支送分题了 我要再讲一次 佳能跟能帅大涨之后 我跟我的团队 已经找出来一支新的股票 这个股票 这家新的公司 这个新的送分题 目前它的股价的位阶 相当于能帅的这个地方 刚刚在突破这个整理区 你要不要来跟 各位如果说这支股票 你再不来跟的话 等这个集团股票涨完以后的话 你真的回头一看 七成八成一倍的一堆 所以我今天 结果一开始我就预告你 赶快打电话进来 或在群组上赶快留你的资料 明天跟上这个新的送分题 新的送分题 这个东西就如同当时 在4月15号 我再跟你讲 佳能涨上去之后 新的送分题来 但在4月15号 如果说你起码有跟上 这个能帅的话 你隔天还买到更便宜的位置 到今天上去都已经60好几%了 各位一支股票让随便 一个送分题让你赚个五成六成 你要不要 好那我再讲一次 当能帅也大涨之后 我再跟你讲 又一次新的股票被我挖出来了 这个新的送分题 目前的股价相当于能帅的这个地方 你要不要 你要的话你尽管打电话进来 或在群组上留你的电话 明天赶快跟上去做那一支 做这支新的送分题 新的送分题到时候一涨 我给你涨个几十% 你要好好的把他掌握住 这是第一种 所以我说目前来讲的话可以 其实目前在破断涨幅里面的话 当然不是只有能帅集团的股票涨 当然还有很多股票在这个地方 其实也都有表现 甚至我刚刚讲过 股价大盘上来以后 其实股票已经有全面发动的迹象 甚至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 连广民所谓的机器人有没有 AI机器人的这一块 昨天今天股价也大涨两天 本来到昨天之前 其实广民这个股票 我相信很多人你没有注意到 因为关于机器人 AI机器人这一块 本来当时在上个月 4月份炒了一波之后 后面就是安静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样一块一个月都没有动 都没有动 那个机器人只有索罗门有没有 是一支独秀就一路涨 但是当时机器人这个题材 发酵之后 关于像广民 什么上银有没有 那些股票后面其实反而都修正一段 都没有在动 但是 但是这个股价有做拉回 如果说你真的有心去看这些公司的话 其实股价拉回 才是给你一个 就是一个怎么样 财生也 钱送上门一个更好的机会 对不对 来各位 不要说今天广民大涨 我给你放往后炮 其实广民这一次 我在4月26号 4月26号 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 就是当广民 这个两波拉回之后 重新开始起涨了 在这里 4月26号是哪一天吗 4月26号就是这一天 各位这个4月24号 就是大盘 从重跌1500点 开始反转的第一天 这个26号是这一天 各位在这个地方 我在这一天 在这个地方 已经带着会员进去 把广民重新买回来 在这里 好吧 当时的价位 也就在90几块那个地方 到今天盘断的高点 来到118块 闭着眼睛一转都是二十几% 好 这是关于机器人 所以说我讲 我自己的意思就是说 目前的这个股票的涨势 已经可以说是全面性的蔓延出来了 所以这个来讲 就是我讲 所以为什么我说 那些反而比较低档的公司 有没有 其实广民扣掉今天跟昨天 就算到了这个礼拜一吧 股价在这个地方 也都算是一个相当低档区 对不对 从昨天开始 哇 开始拉第一根大红帆 现在是第二根 今天的股价突破了前高 等于基本上来讲的话 进入一个新的波段 对 这是属于机器人的部分 但是微博性 我段的会员进去 也早就做布局了 4月26号就进去买了 所以我说 你为什么早早过来跟上我 因为很多的股票 都在那种低档区 微博性就是带着会员一支又一支 有没有 在这种地方 家人4月9号进去买 到现在已经70好几%了 人帅4月15号 后面还更便宜了 到今天已经超过6成以上 所以很多的股票在拼命涨 那当然甚至 除了涨势有全面性的蔓延到AI相关的领域之外的话 今天的AIPC也终于开始发动了 今天的红机也终于开始拉一根涨停板了 而且今天这根红棒 终于也算是突破整理区了 突破整理区了 我不晓得你注意到没有了 好 不过其实关话讲 当今天AI 因为就是这几天 微软 Microsoft 有没有 他这阵子不是在美国 一直在开一些所谓的说明会 就是一直在讲说微软的软体的部分 他有一个新的软体出来 将来就是支援所谓的AIPC这一块 因为你说像Windows这种东西 其实将来用在所谓的AIPC里面 其实功能是不够的了 所以现在微软一直在推新的所谓的AI的工作软体 因为微软开始大力的支持所谓的AI 这一块的电脑的软体的这一块的作业系统 所以市场上也认为说 这样子的话将来所谓的AIPC这一块 推出来之后它的功能才会更强 因为微软最近的股价表现得相当的强势 就是因为市场上在注意所谓的AIPC里面 这一块所谓的作业系统的部分 好 既然目前微软大力开始支持这一块 所以当然这个硬体的部分的话 其实这个条件就出来了 所以这是为什么宏基进卫市中站整理之后 那今天开始又发动起来了 而且今天这根上去的话 基本上比较有条件开始给你往上涨 不但所以你看今天的人保盘中也亮灯涨停 华硕其实是上个礼拜就开始先发动 其实关于AIPC这一块是华硕这一波是先动 它上个礼拜就动 在500块那个地方开始先动 但是当然因为华硕的股价稍微高一点了 如果说你的资金有个几百万以上的话 当然你可以去注意华硕这一支股票 那如果说你是这个比较资金一般的话 那你就是宏基跟人保 那你就可以特别要注意一下 不过当然跟话讲 其实好这个AIPC的发动 其实不是今天 各位你记不记得 其实蓝天 蓝天今天以这个收盘价来算的话 它又创这一波的新高了 各位其实蓝天 你还记不记得 当时我在5月9号 当时就在5月初再开始在买蓝天的时候 其实我都跟你讲过了 我说目前在AIPC里面 因为蓝天它也有AIPC这一块了 而且它可以算是领先的了 所以当时蓝天 5月9号是这一天 这一天 5月9号是K线的这一天 如果你看我的节目有一两个礼拜的话 蓝天 我待会买在其中一天 你超有印象的 好吧 那其实这一波真正AIPC是蓝天开始先率先涨上来 它已经就开始从上个礼拜一 就开始一路跟你往上冲 这个是上上个礼拜四 上上个礼拜五 这个5月9号就是上上个礼拜四 上影线这一天 就是我带在会议进去买蓝天 你看当时44块几买的 今天股票已经来到63块多了 以收盘算的话再创这一波的新高 涨幅超过40% 当时我就跟你讲说其实蓝天开始发动以后的话 已经代表说AIPC这一块要跟着动 所以你看这一波就是蓝天先动 之后华硕 因为毕竟像宏记跟人保股本大一些了 所以整理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但是起码到了今天也开始发动了 所以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些后面上来的股票 所以AIPC这一块可以特别注意了 而且这些股票股价都不高 都适合大家买好吧 这个大家讲的话特别注意一下 其实除了这些之外的话 当然有一些股票也是一样 今天的股价都在继续再创这一波新高的 各位秦凯 秦凯你还有印象吗 今天的股价盘中差点又涨停板 再创这一波的新高 各位秦凯一样 但我在4月底 还在4月底 大家会议进去在100块出头这个地方 我可以进去买秦凯 各位买秦凯当时就在这个地方 各位当时买秦凯 我也给你提到几个重点 我说第一个 因为未来在AI 在AI这一块领域里面 各位你要知道 其实因为目前铜价最近不是一直在创历史新高吗 那当然就是因为你说是AI伺服器也好 或是传统的笔电或是伺服器也好 反正现在就是对铜的需求是非常的大 尤其在像AI伺服器这一块 可是我跟你讲 我说其实真正以所谓的金属的物理性来讲的话 不管是导电或是导热 基本上银的功能都是比铜更强的 而且将来在很多的比较高阶的零组件里面的话 对于银江的需求是更大的 所以当时我跟你讲 我说为什么大家会议进去买秦凯 因为一方面 因为秦凯就是国内做这所谓的银江 算是最大的一家公司是龙头 它的技术也是非常的好 其实秦凯它不单是在这个 因为基本上它是属于被动元件这一块了 那问题是除了电阻的这份之外的话 其实太阳能的这个太阳能电池 因为尤其现在在所谓的 TOPCON的这一块里面的话 太阳能电池的话以前是只有单面 有刷所谓的银的这一种太阳能的电池了 但是目前的太阳能电池比较高级的 已经是两面都刷银 所以来讲的话 所以银的这一块 它也用在太阳能上面 是很强的这一块 另外就是AI的零组件 这样的需求非常的大 所以当时我给你讲说 这个如果说你比较喜欢做破断的话 你赶快过来跟上我 我带你破断操作 结果你看 青海除了这些本身的条件 股价涨之外的话 最近又是因为什么 就是原污料有没有 金银铜 金价铜价都创历史新高 这个银价创了11年多的新高 所以记不记得 其实前几天我给你讲 我说这个地方 这个像青海中股票的话 它已经是不单是 股价在表现它未来的 这个基本面的墙 同时刚好也搭上这一波 这个贵金属这一块 这个不但价格在创新高 现在果然有没有 青海今天的股价盘中 几乎差点涨停板 那从我当时大的会员买进 到今天 那股价也涨了超过三成以上 爽爽赚了 各位我说这些都是所谓的 就是我说目前来讲的话 在现阶段的操盘的这个主轴里面 一个是破断就是说强者很强的股票 如果你有这种股票的话 你就继续破断操作 你看甚至今天不单是让秦凯继续创新高 甚至有没有 在之前我一直给你预告 我说有一个小产业你要特别的注意 哪一个产业 就是有没有 所谓的探真卡这一块吧 对不对 其实大概在差不多 过去这一个月以来 如果说你有看股市大攻略 或是你已经加入了群组的话 过去这一个月我不断跟你讲 我说这个台积电这Coors产能 因为已经开始算是有 开始有大量的有开出来了 这个不断的 你看他每个月 这个Coors的产能这一块 我这就是说 我一直想说 因为今年以来 你说像本来从台积电的供应链 有没有什么万润 红硕 星云这一些 因为之前是台积电 准备要扩充它的Coors的生产线 所以前一段时间 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像什么红硕 星云 万润那一些 股价在前面大涨一波 那是因为反映台积电 需要扩充这个设备 所以台积电设备的供应链 股价前面就大涨一波 可是过去这一个月以来 我就不断的提醒你 我说这个 当然台积电的Coors产能 真正开出来之后 而且你看 今年从DG开始 台积电Coors产能开始 增长的速度变得非常的快 但是其实今年的第一季 Coors产能 以相对未来来讲 也只是刚开始而已 所以今年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进到明年去 都是台积电Coors产能 会越开越大 会越开越大 所以当时我就跟你讲 我说再来的话 那你得除了台积电的设备 供应链之外的话 再来你就要注意到 后段的检测这一块 因为随着Coors的晶片 大量生产出来之后 那在后段的在检测这一块 那它的需求就变得更强烈 对不对 那我说尤其在AI晶片 这一块来讲的话 那对所高阶的探针卡的需求 那就会需求的非常的强烈 那当然目前国内来讲的话 像旺锡像尹薇 算是探针卡里面的两家龙头公司 不过当然站在所谓的 个别公司的条件 以及所谓的股性来讲的话 那毕竟因为像尹薇 股价都800多块900块钱的话 那个当然也不是人人买 所以当时我会跟你讲 我说当时旺锡还不过才在 300多还在400块钱附近而已 我说那你赶快过来 你跟上我带你进去买旺锡 当时我带这会 就在300多块钱 我就开始进去买旺锡 一路做到现在来 到了今天的股价 当然其实不要说之前 我给你做预告 甚至上个礼拜我还在跟你讲 我说来赶快 这个Coors产能开出来之后 后段的检测这一块 它的需求绝对大 而且会越来越大 因为现在才不过是 5月底对不对 我在讲 其实未来两年 台积电Coors的产能 这一部分的晶片 今年的第一季才算是 刚刚开始量产 今年到明年 会是这两年里面 会是所谓的Coors晶片 大量开出来的时候 所以我一直讲 对于后段的检测的需求 会非常的大 所以有没有 你看果然今天的旺锡 又今天盘弄差点涨停板 再创这一刻再新高 你看我今天还在恭喜会员 特别会员 旺锡账产能的新高 当时300多块钱就进去买 当时我跟你讲 我说如果你的资金 有个几百万以上的话 管来过来跟上我 我带你去买旺锡 做坡段式的操作 虽然说这段时间 这个旺锡 它涨的速度不是很快 但是毕竟有没有 都是不断在震荡 在震荡走高 反正这个 而且今天这根红棒 算是又是有效的 脱离这个盘整区了 各位赶快 所以来讲的话 一样都是后市 这个条件相当好的 这些产业或是个股 赶快过来跟上我帝国请 很多的股票 我都是事先不断的 给你做预告 做预告 不断的一直给你做预告 到时候都印证给你看 对不对 好吧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其实我刚才 今天我特别提到两个重点 第一个我说过 当这个佳能跟能帅 已经都已经大涨之后的话 我说过 有一个新的送分 有一个新的送分题来咯 这一家公司 目前的股价 相当于能帅的这个地方 刚好突破证据要开始起涨 我再说我再提醒你 赶快今天打电话进来 或者军船利用你的电话 手续办好 明天开盘赶快跟上我 我带你进去买那一支 我叫做新能帅好了 新能帅 后面也是要大涨一波的机会 赶快过来上 这是一个新的送分题 我每一次每一次 当我再跟你讲说 我的口袋 有送分题来的时候 你赶快过来跟上我 4月15号 当时的能帅 在这个地方而已 转眼60%以上 好 但各位 当我提醒你 除了这个 又一个新的送分题来之外 还有一支股票 恐怕未来会有一个 非常大的涨幅会 这股票我今天没有把图印出来 但是我先给你做第一次预告 有一家公司 各位 有一家公司 它的合作的伙伴 这一波的股价涨三倍了 涨三倍了 那这一家公司的股价 这两天开始 再往上涨 各位 那这个我算是今天第一次给你做预告 那未来这个涨幅就相当的可观 所以在这个地方 很多 这个波段大涨的股价是你不敢追的话 这些低档期涨股 我欢迎你过来赶快过来跟上我 我再讲一次 这里有一家新的公司被我找出来了 它的合作的伙伴的公司 这一波股价已经涨了三倍了 那所以它的股价 但这两天开始有在动 那如果说你也希望说赶快跟上这种 未来有机会这种大几十%甚至上倍涨幅的这种股票的话 一样 今天这一家公司也好 或者是能帅 我讲的能帅二号了 这一家公司也好 这两个都是新的 准备让你大赚的股票赶快过来跟上我 OK 这两个股票你好好把握住 另外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另外我特别提一下 这个其实今天卫国庆提供给会员的 除了从基本面 我说除了从强股五率 不断的帮会员找出未来能够大股的股票之外 我在讲 今天我还帮会员设计了一套股票的软体 有没有操盘系统 这个里面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像立志来说 立志就是这个说散热有没有 一样 国家最近表现相当的强势 我这两天也给你做过预告 我在说 其实做股票这件事情的话 当然你可以从所谓的基本面 技术面策盘去调股票 但是今天卫国庆 我除了帮会员从强股五率去调股票之外的话 另外我也提供给会员一个很好的股票操盘系统 这个股票来说 一般来说 任何一档股票 哪里是一个波段 真的可以波段进场的位置 你以立志来讲的话 这在4月29号这一天 我的大户线 大户线这个操盘系统 在154出现了立志 这一波的真正的买讯 好你看到重点是 出了买讯之后 通常一只股票短线涨一段之后的话 一定会进入一次整理 对不对 做整理 但是问题是 我想很多人过去以来 你做股票 每一张当股价涨了一段 开始进入整理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就是你最头痛的时候 怎么说呢 一旦股价开始有拉回 多数人的心 你一个反应就是 那这只股票我该不该卖 还是我该续留吗 问题我相信过去以来 你经常面对这种问题 一只股票 你手上的股票 涨了一段以后 短线开始股价有拉回 那这个拉回 你到底是该续爆呢 还是该除掉 如果你这个 你卖得太早 哎呀后面涨上去 哎呀这个该算没赚到 很可惜 但是反过来讲 如果说这只股票 股价拉回 后面真的给你大跌一段的话 要是你没卖 糟糕 对不对 那被套在那个上面 更痛苦 好 所以这个 每当股价短线有拉回的时候的话 都是你进入一个最关键的 对不对 好 那过来我就跟你讲 今天为我请我的大户信 尤其如果你是刚看这个节目的话 我就在讲 今天我的这个 给提供给你这个系统 除了帮你算出每一只股票 它的波段的买点跟卖点之外 尤其重点是 当一只股票 股价在进入整理区的时候 这种地方你怎么知道 到底该续留 还是要卖掉 我说你一看这个大户线 马上就知道 股价有拉回 回到大户线 基本上只要这个 尤其这个支撑2 这个大支撑 没有跌破的话 但我说这个波段没有结束 那这个地方你不要随便被洗掉 反而这个后面它一定还有个波段 会让你说股价有来到大户线 没有跌破 波段没有结束 后面必有高点 请你记住这个口诀 那这种股票来讲的话 你不要被洗掉 你把它抱住 你看有没有 立志整理了两小段这种股价都是来到这个 有没有 知一这个地方都没有再跌破 这两天有发动 甚至这两天有只股票 太硕大涨两天之后 今天反而短线有拉回 可是你看 那这边拉回 那你说如果有泰硕的话 这根拉回 你是可以续报呢 还是该除掉 你怎么判断 那你啊对 请你看看大户线 今天的低点来到80块8这个地方 基本上一样 然后这个支撑都没有跌破掉 今天这个泰硕的 这个关键的支撑 在80块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来到80点8 开始收下引线 有没有 没跌破 所以既然大户线没有跌破 到时候波段没有结束 那这种股票的话 你是可以续报 甚至如果说你前两天 要是你没有买泰硕的话 当股票有回 回到大户线这个地方的 那就是你进去 反而进场 短线去买进一个最好的位置 什么叫逢低买进 对不对 今天大户线 不但帮你计算 股票的这个进场的位置 同时在股票的正当过程当中 也帮你随时计算 所谓的短线的买点 自身在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我希望对你的股票的 拉回的这个判断 这个进出 是非常有帮助的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这是我给会员的 能够比别人有更好的功能 提供给你 好吧 各位就不忘记了 再来就不忘记了 两个新的送分题来了 赶快过来跟上 这个大战路程以后的话 一个新的送分题又过来 赶快跟上韦国庆 先打电话 今天手机办好 明天开始赶快跟上那一支新的 我说这个新的送分题 目前的股价在这个地方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给你 OK 最后的顺利 感谢各位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 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材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